在情中不懂付出的男人究竟有多没责任心 小奶狗作为练宗中途上市的嘉宾 斯文俊秀的外表实际上他成为了话题中心 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他就哇 雨晨原来这么帅 甚至身为李康乃的他 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撩美高手 女的第一天就匹配到约会的预解 他一开口就让人遭不住了 比我想象中漂亮那么多 真的吗 对 很会说话 而当女方抛出送命题时 他也用高情商发言轻松化解 你有没有很好奇 就是小物理的其他人 对你比较好奇一点 所以就先见一下 就连他看玉姐的眼神儿也是无比之热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欢 于是他直接开启大招 对玉姐展开了浪漫的追求 你想喝什么 我去给你挑一个 可以取个名字 不如就叫初一 下来挑个蓝色的 叫十五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这种偶像巨派的浪漫情节 就问谁能不心动呢 果不其然 两人很快就开启了双向奔赴模式 我还挺期待 就是跟男友继续的约会 而外表成熟 内心少女的玉姐 也在相处中 逐渐露出了小女孩的一面 裙子很好看 裙子很好看 人也很好看 哦 就算弟弟还是很有安全感的感觉 反以为狼才女猫的两人会甜蜜索 时小男狗却慢慢露出了真面目 其一是大家去户外野营 无所事事的他 看着正在拨下的玉姐 立马上前来了一波暗示 你刚刚有人说吃饱了 以为我懒得拨那个虾 懒得拨 你是点我是吗 然而耿直的玉姐 没有读懂她的暗示 只当这是玩笑话 我喜欢吃那种 直接夹着就可以往嘴里放 可以可以 我以为她会把这个虾给她 不能给她 不能给她 不能让男生这样 于是他当晚 就运出玉姐叹起爱情观 表示自己喜欢会照顾人的女生 我在研究生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孩 她是一个特别会照顾人的女孩 因为她会把我当作小孩让来照顾 然而她却万万没想到 看起来很成熟的玉姐 其实也是在感情中 需要被照顾的那一个 我就有一段感情 在一起五年 在这五年的过程当中 我是那种连瓶盖都不需要的你的女生 她要剥虾 别说替别人剥虾了 救命啊 原来所谓的天赐良人 却只是阴差阳错的误会异常呢 可试图为她改变的运气不同 小奶狗立马一转公式 开始把目标锁定为 上的平衡下的厨房的甜妹起来 你今天有没有期待谁来这次 你 你的这个约会啊 期待你来啊 这次吸取教训的她 使得对自己的情感经历铁而不谈 你常会几次量啊 嗯 不想说 那看来挺多的啊 因为有些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恋爱 有些都算进来是吧 都算进来 都算进来我就不知道了 你可真是让我小瞧了你啊 然而这次她的不坦诚 也让她注定得不到别人的真心 很快打算先下手为强的她 就正式认出甜妹准备向她表白 我其实一进小屋 不仅在关注男的 其实一直也在关注你 我辈子都没有 我今天在骂你吗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你骂我的时候很可爱 蛤 你这个人真虐 我跟你说 我就喜欢看你翻白眼的样子 可语处处给自己留后路的她不同 甜妹最是无比坦诚地向她 损出了自己的经历 我有罪避吗 果然不数所料 请一秒心事淡淡表白的她 后一秒去开始撇清关系 我觉得只能说比较可惜 是因为你来得完吧 请我早来一点 也不一定能够改变什么 然后我也觉得可能你眼中没有我 之后的时间里 我希望在保持合适距离的情况下去 做自己的表达 就足够了 这么一番高情声避邪的换术 认识诈爱听都跳不出毛病吧 于是表白两次都不能找到满意的对象后 她带着遗憾提前离开了节目 是想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另一半 爱情还是需要相互磨合 你们觉得呢